我剛介紹的一個是Cube 可以很方便先改設的登機箱 如果要拖運的行李呢 就要用很耐很猛很勇的行李箱 來把它拖運 那又不怕它摔壞 然後呢也不怕在雪地裡面 耶 便在被動雪地裡面 拖這個行李箱都很OK喔 真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行李箱什麼特色啦 這個行李箱很耐狀 你看它每一個腳都有防護的措施 然後呢那你看 這個呢箱子呢是很勇猛之外 它360度的輪子呢是很方便推喔 然後呢你看 這樣拉起來就可以很方便帶著走之外呢 它的前面 跟後面這個後面都還有箱子 所以其實它很多把手是可以抓著它 把它拆開來的喔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這次呢 帶它呢跑到幾個地方 而且飛機是要拖運喔 它的箱子呢是不是沒有任何手段 可是我另外一個箱子用行李箱套 我的行李箱套就破破爛爛的 所以剛剛用而已對不對 子俊 所以我們這以後呢 用這個行李箱套就不需要用行李箱套了對不對 對啊 另外呢其實它這個箱子呢 在手上呢都有海關鎖 喔 美國的海關鎖 你看我這個都貼貼紙 所以有用過 美國海關鎖 所以呢其實我們其實要去歐洲去美國啦 遇到這個行李安檢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擔心它被剝完箱子喔 然後看一下我們行李箱套裝得多好東西吧 好 交給你啦 將 你看 你看 這上面還有什麼 這個是行李箱套牌對不對 然後呢它裡面有一個防護的措施 每個角落呢都有這個扣子喔 所以你要換東西的時候沒有問題很安全 你看我們可以到底是在幾包衣服 很會戴耶真的 對不對 兩包 一雙鞋子 一袋 兩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哇 這一講很出門就帶這麼多東西了 所以 就你上篩前呢 這樣扣子呢 只要你這樣打開呢 就不怕東西全部掉出來對不對 所以你的用好的行李收納袋 把它收好以後呢 就有萬事 不用擔心啦 但是如果呢 你有一些小東西要收納的話呢 你不用那行李箱你替收在這裡面 你看 它還有網袋可以透氣喔 那你看 這次我們用橘紅色的效果 綠色有藍色有橘紅色 都會畫看 那我會個人會推薦呢 用比較亮眼的顏色 這個行李箱它通過了五個測試 我們會講 它有滾筒檢測 有落地檢測 有拉桿檢測 拉1500會不會壞掉 然後呢 還有什麼溫度檢測 這個60度到負八度C呢 都會耐冷耐熱 這很重要耶 還有四輪檢測 用20英里32千米障礙滾動 確保耐用 所以它是經過 這五大檢測 這裡呢 就是用一個拉鍊袋可以收納 所以東西呢 小東西比較碎的東西 沒有放在行李箱袋裡面 也很方便拿喔 裝這個包包啦 然後還有裝什麼呢 它有配件包 它有配件包耶 這配件包可以收 這裡面有 可以收鞋子 為什麼這個袋子 因為 這邊有一個臭氣管 所以當時它會變 對面悶得很臭 喔 所以 像這個 它準備的這個鞋帶呢 它有一個行李箱裡面附兩個 旅行配袋 我覺得這超實用的耶 它可以把鞋子收納起來 然後又不怕弄髒 然後也不會讓它悶在袋子 它裡面有鋪兩雙的鞋子的鞋帶 還有啊 其他小東西呢 就這樣子分散放在裡面呢 都很安全 不怕它掉出來 所以其實好的行李箱呢 最重要的是 耐酸耐重 它馬上還有一個特別好用的東西 就是這個 折疊衣架 喔 對 打出來 這拿來掉襯衫 或者是貴重的外套而用 我們下次出版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戴出去 像我們要去紐約啊 或者去歐洲啊 這個箱子呢 就很耐用對不對 橘色呢 我覺得很好 很耐看 而且很顯眼 所以我們從那個行李箱 一眼就看到我的行李箱出來 對不對 然後這個汗馬箱呢 我覺得 是我越過行李箱裡面呢 價錢跟耐用度 跟所有的拼比下來呢 我覺得是 No.1可以推給大家的 所以現在準備要買行李箱的時候啊 其實呢 買到孩子 有保固 然後呢 又經過很多測試跟認證的呢 才是選擇行李箱的最重要條件 好 我們的行李箱到這裡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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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茶